好 各位好 那其實我今天看到逸臣錶的時候 我覺得心裡有點奇怪 因為逸臣錶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 你看所有人的名字都是寫英文的 這邊只有突然跑出一個中文的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人好熟喔 所以我趕快在我的頭皮上 把我的英文名字也加了上來 這樣應該不會那麼熟 那我的英文名字是Rock 可是Rock太容易重複了 所以我就給它稍微改動一下 然後就變成一個很奇怪的念法 你可以念Rocky啊 莫克雅啊 然後就順便啦 好 那我就開始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議程是 EGO推廣經驗談 那在開始之前大家一定會先問一問 就是什麼是EGO 我相信應該沒有人知道什麼是EGO吧 那所以其實你可以很簡單上網去Google搜尋一下 那想必收到第一個網頁就是會是這一個官方網站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EGO是一個出到第11版的東西 然後你也可以在上面直接下載等等 我按關於EGO看它的相關資訊 那理所當然 我現在是在開園學生開園聯會這邊來做介紹 當然它是一個open source的專案 好 那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專案呢 它是一個OS 就是一個作業系統 就跟Win7、Win8或是MacOS 就是同樣一個概念 就是在同一個地層上 那我們選用的是 Linis底下呢 有Ubuntu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對不對 我們是選用它的另外一個版本 叫KUbuntu 然後底下用KD的桌面環境 而架置而成的 我們這個指導單位是 教育部校園自由軟體 支援推廣中心 超老口的 好 那我們是一個以新手 跟教育為理念出發的OS 就希望說 欸 你們用過一定的意思嗎 那你可以第一個版本 就用看我們這個版本 相信會讓你覺得很舒服 那我們來看一下是怎麼樣的舒服法 像是 來看一下我們的桌面 在KUbuntu底下 如果你安裝起來 你的桌面會是 一片黑色的 然後上面沒有任何的icon 就想像說 就沒有這兩個東西了 好 那所以你就會覺得 看起來 欸 臨時好可怕喔 這什麼東西都沒有啊 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 所以我們就在桌面上放了一些 欸 像我的電腦啊 或是 呃 瀏覽器等等 讓你覺得說 欸 原來我要上網 就直接點這個按鈕 就可以去上網了 就是說 讓你新手有一個指引方向 然後再者 我們在 呃 在這個 作業系統上呢 收了非常多的軟體 那 比方來說 例如說你要在Windows上 你要做影片剪輯 你可能第一個想到就是 欸 去找威力導演 對不對 那如果要做 照片修改啊 你會去找Photoshop 那但是在音音史底下 你要在音音史底下 你要找什麼 你可能就沒有idea吧 所以我們在這個OS底下呢 收入了非常多的軟體 你可以看到那邊有 辦公美工 影音網路交易遊戲 我們都幫你整理好的 所以好比說 我剛說要找影片剪輯嘛 就要影音底下 欸 影片剪輯軟體 你就可以先 用用看我們所收錄了 那 我們收錄進來 我們有些負責把它 check說 它中文化是完整的 所以新手用起來 就不會有那種 欸 自由軟體都是英文的 然後都看不懂那種感覺 好 那 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做一些很貼心的設計 如果你有用過其他的 定義詞的分支的話 你就知道說 其實你軟體安裝起來 名字不會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像 欸 這個 OpenShot 你軟體安裝起來 你能看到就是 後面這 OpenShot的寫字 不會在前面看到 影片剪輯 這四個中文字 對吧 所以我們 有一個特色就叫 EGO選單 我們會把在軟體的前面 加上它的軟體的註解 讓新手很容易知道說 這個軟體 是做什麼用的 那我最喜歡拿一個例子來講 就是在影音裡面 有一個叫做VLC 很有名的播放器 你看它的 icon是一個 入障 請問你看 VLC這個名字 在看這個icon 你會影響到它是一個 影片播放器嗎 就是說你按下去之後 開起來 就整個是 呃 這個樣子 好 你一定想不到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前面 加上了一些 註解 等等 就會讓你更了解說 軟體會是做什麼用的 所以讓新手可以更容易 跨進這個 自由軟體的世界 好 回到我的頭影片 所以我們就是 簡單來言我們是 以教育跟新手的角度來說 應該是教育部底下知道吧 我們收入了很多的教育軟體 以及很多新手 你要做事情的時候 不知道要找什麼 但沒關係 就去選單裡面看一看 或許會找到你要的 而且都是中文化完整 等等 那近期比較大的 有關EGO新聞就是 呃 今年 2013 新北市 購買了一萬台中小學電腦 那這一萬台中小學電腦 上面沒有任何的Windows 就是只有單一系統 就是用EGO11 就是我們現在最新的發行班 所以可以算是 欸 政府單位底下目前 最 廣泡使用的 自由軟體作業系統 好 那所以這樣照片就是 呃這些 老師們呢 為了要 學習新的作業系統 來參加我們的研習 然後就大家都很嚴肅 在學習個新的作業系統 這樣 好 好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我自己吧 好 那我自己呢 是 剛剛名字是Rock嗎 或是過特亞 那我是一個電玩宅宅 那因為我是一個電玩宅宅 所以 其實我有很多遊戲 要在Windows上面玩 所以我是個兩棲類 就是我一邊推廣這個軟體 可是一邊又用Windows 這樣 好 那我現在目前是 人人喊打的那個 台大岩碧森 好 那我從 大概一開始參加EGO社群 那我做的工作主要是一些 開發一些小軟體啊 或者是像現在這樣子 跟大家做一些 推廣演講 然後以及 測試 我自己也是一個EGO使用者嘛 測試做使用 然後還有就是 在活動的時候打砸 要搬點東西啊 拍攝影機啊等等 我做的工作大概就是這些 那 接著呢 就來跟大家講講 我跟EGO的邂逅吧 對不對 邂逅 好 在接觸EGO之前呢 你要先講講 我再接觸一點 這是什麼情況啊 我剛剛說我開發小軟體對不對 那我在接觸EGO之前 我有沒有開發過什麼軟體呢 來看看 我開發過的軟體長輝啊 就是 就是 有一個小色裝 就是 魔力寶貝的那個 經驗計算程式有沒有 等一下就是一個數學室 然後你打機能到機能 然後多少經驗值算出來 就是 我開發一定有軟體 好 那 讚 我覺得軟體有分幾種 就是在接觸EGO之前 我覺得軟體有分幾種 很簡單就兩種嘛 一種要淺一種要淺 對不對 那可能造版啊 或是什麼破解版 是屬於右邊那一種 那 那正式版是左邊那一種 那 我有沒有認識任何的 open source的軟體 欸 在這個問題之前 我先再提醒大家一次 我跟EGO的接觸 是在從大一開始 也就是說我在高三之前 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想必大家 目前都比我來 要更強一點點 我是說 今天這個演講主要命就是說 欸我都能做到 你一定也能做到 鼓勵大家 對 給一個E表 那 我唯一認識open source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 大名鼎鼎的Firebox 那而且我唯一認識他 是因為 他有來到我們 我在高中的時候 BiFast來學校頒一場演講 那這個時間要打回六年前 有沒有 那個時候BiFast是第二版 那就是來我們學校演講說 欸你看喔 BiFast是一個開源的軟體 其實我那時候不知道開源的什麼意思 他說 欸然後呢 大家可以在上面自由的修改 然後做一些好用的prog in 應該翻譯到套件對不對 好 那所以就是你需要什麼套件 可以下載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說 哇這個瀏覽器 好酷喔 可以做到 KKMAN做不到的事情 那所以我就 從KKMAN跳槽到Firebox 這樣 好 那 就是來看看我們跟EGO的第一次接觸吧 在場也不知道KKMAN 喔在場也不知道KKMAN嗎 對 大家可以Google說 KMAN就是一個 源自Ie核心的瀏覽器 然後他最大的優點是可以上BBS 好 那這個BBS也是跟我等下講的東西息息相關啊 好 大家知道了 我到大一的 十月一號 我遇到一場 演講 這場演講是由 目前已經不在的那個 聲揚電腦公司 所主辦 然後自己點在台大職工信 然後晚上六點班 所以我是上課完之後覺得說 欸我是一個大一新生欸 應該去聽點演講嘛 然後比較正常一點 好我現在就不聽演講了 好我現在就是 呃上完課之後呢 我就說欸剛好有空 好來聽一下演講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 什麼軟體自由日啊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 什麼資訊世界保護 然後就去聽吧 然後聽了這場演講之後 就讓我的 呃人生稍微改觀 那我們來聽聽看這個 講者 我我有副照片 就是 冤有頭再有左右 有些不熟的照片 然後這個 他是 教育部 自由軟體資訊中 剛剛那個前面那一長 那一長串開發單位 有沒有 他的執行秘書 他所講的一場演講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童片 就是他如何讓我踏入這個時間 這個童片是我精簡過的 不過他也是息息授權 所以 應該是沒有問題 你有沒有看到 童片等級又不一樣 所以 跟我剛剛做的差很多 好 來 他說我們現在要分享 資訊世界的保護 那資訊世界的保護在哪裡 先從 新增移除程式談起 這兩場演講是我大一的時候講 所以那個時候的 時期大家知道 2009年是 Win7 Win7還沒出來 那時候有什麼Vista 剛出來 是剛出來嗎 對 好 所以就是 Win7剛出來沒多久 然後 然後大部分都還停在XP 所以他說 在Windows XP以下 是不是有一個東西 叫做新增移除程式 對不對 那可是我們把這個 新增移除程式打開來呢 裡面 永遠只有移除功能 沒有新增功能 其實本來這新增兩個 就是 蠻強的 那 可是呢 在 自由軟體的世界裡 他就當場 我要表演一下 他當場做的事情 他就打開 座位系統 他說 可是在自由軟體的世界裡呢 在自由軟體的世界裡 我們只要到 系統 然後打開問題中心 然後你想要安裝什麼層次 例如說我想要安裝一個 西洋機來玩一玩 然後我就在電子打上 CESS 好 欸 我打給你 好 欸 你看就真的跑出 很多我還沒安裝的軟體 那要怎麼安裝 很簡單啊 就是點一下 然後按安裝 欸 所以 這個東西比較像是 真正的新增移除程式 對不對 所以 寶庫在哪裡 寶庫人家都幫你整理好 可是 你不知道說 欸 原來在 林寧的世界上 真正有新增移除程式 好 回到 所以他就當場 裝了一個軟體 我覺得 哇 這個功能超強 所以說 原來從新增移除程式 變到電影史底上的另外一個層次 我們就多了一個保護 好 再來問一下 這個 SourceForge 欸 剛剛我們那些能安裝的軟體 在這個世界上大概有存在幾個 這是 截至2009年 所以這是很多年前 有多少個自由軟體計畫在SourceForge的保護中 截至2009年就有15萬個 所以說 而且這些15萬個自由軟體是來自全世界各地 熱心的開發者 因此你想要跟世界接軌就是從這邊開始 然後 我們只要打幾個字搜尋一下 就可以安裝到你想要所使用的軟體 你可以選擇共享全世界的智慧結晶 然後 關鍵在你要或不要而已 那關於資訊運用與教育 在 我們 以前的國中小電腦課上 大家電腦老師教各位什麼樣的軟體 是不是 國外或是 欸 先用Windows吧 然後底下我們就開始教 微理導演啊 Photoshop啊 Rash 對 所以 可是當這些軟體 學生想要再更一步深度學習 就帶回家做做看的時候 我電腦老師說 欸 老師啊 我家沒有那個Brash耶 可不可以 Brash的編輯器啊 可不可以給我一套 然後這個時候電腦老師會做什麼事 電腦老師就說 自己 上網醫料找一下就好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我們在學校學的東西 卻不能帶回家繼續用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但是在自由軟體的世界裡 因為我們有散布的自由 所以 你在電腦課上 如果你教的是自由軟體 那老師就可以拿一片功捷說 好沒問題 你就這一片拿回去 愛灌幾份 愛分享給幾個人 通通都能用 欸這是比較像是一個正常的授課模式 對不對 難道你的數學課本 僅限於在課堂上可以用 然後在家裡就不能算嗎 這樣是不是很奇怪 所以資訊的教育是很奇怪的 因此 資訊的教育到底究竟是跟 國際接軌 還是跟 國際大廠接軌 有一個思考問題 好 所以 你試過嗎 我們來再來 台南看 有些人會說 自由軟體不太好用 那 可是呢 自由軟體不好用 好比說 Office好了 Office 我現在講是Microsoft Office Microsoft Office 有很多的功能很強 然後一套要把他寫快寫 那 但是你真的有把他的所有功能 全部用到嗎 對不對 應該是沒有吧 那同樣的自由軟體我們有 Ebra Office 或Open Office 那 你一樣可以拿來做文書編輯的功能 一般的學生 基本上你這兩個課 你也不可能學太多 所以其實我們軟體使用率是 不會把一套軟體整個用完 你可以選擇用自由軟體 可以取代商業軟體的功能 所以在授課上 並不會有說 你教這個軟體 以後學生出去 就能力比較差的問題 然後再來 看看軟體的成本 由於自由軟體 可以自由的散步 所以 成本相當於是 一套是零塊錢 可是我們卻要花八千塊去買 買Soft Office 才在上課來教 這樣是不是很不符 符合使用效益 好 所以自由軟體 推廣 有什麼障礙呢 第一個就是 普及率 就是 我剛剛就是講Evo Office 大家真的在用Evo Office 有多少 應該是 目前還是聊聊可數這樣 好 那 另外一個是 行動力 行動力跟普及力 這兩個結合起來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大家來說 你以為大家都沒有在用自由軟體 其實是 你沒有在用自由軟體 所以 才會讓自由軟體 推行那麼的困難 那 如果你聽了演講之後 我覺得 哇我真的超想用自由軟體了 是不是 對自由軟體而言呢 自由軟體其實是一個公共公益公平的事情 如果我們的政府單位一定限制說 然後用IE才能報稅 那所以我們所有人都做一種 要裝 Windows 然後上面還有IE溜覽器 然後你也不會用Mac 你也不會用你意思 什麼都不能用 這樣是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 自由軟體有點像是一種公共財的概念 大家都可以使用啊 對不對 那只是在於說你要不要 填幾下安裝的按鈕把它裝起來 所以我們的 呃 政府呢應該要 based on自由軟體 才能做一些事情 那我們可以就 怎樣開始體驗自由軟體 那當時就拿出一片 EGO7的公碟 欸我剛介紹的是EGO11嘛對不對 就是四年前五年前 好 拿出一片公碟 然後現場就放在公碟這樣 排排排一檔說 欸你等一下如果聽完課 你想要的話 可以跟我要一片種 好 好 好 你不可以活在 不知道自由軟體 共創共享世界 好 Is not us who Is not how 對 所以現在就開始 使用自由軟體吧 哇我聽得上演講 各位我就覺得 哇超感動的 我覺得說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很coder 我覺得說 政府免得都花很多錢 然後花在那個微軟上面 我就覺得 心裡也不是滋味 我想說 欸那我一定要從我開始 來一起使用一下自由軟體 於是聽了演講的我呢 好 終於要回到我投影片 今天一樣我簡單來說是 被傳教了 我現在就開心了 叫做自由軟體教 我覺得這完全超棒的 我一定要回去 立刻從此就做一個自由軟體的 好 我就拿了一片EGO7的公平片 然後回家開始安裝 那大家可以想想想 我現在要推廣的EGO 所以我現在下一頁投影片 我一定要看各種推廣EGO 多好用對不對 好 那其實可是我下一頁投影片 其實是EGO超難用 EGO7超難用 啊 這樣子我打開 這 如果你用歷史就知道說 終端機跟你是一個 心以不理的地方 然後我打開EGO7 然後 遇到一些指令的錯誤 我就要用終端機來修正他 就終端機你看長個樣子 那個AT跟那個 古方特克連在一起 還不好 然後你打很多字就 整個是 YC牛吧 我就沒有辦法電燈上面用手 我想說 自由軟體就長這個樣子嗎 所以 再來 我是一個超愛上BBS的 不能上BBS 其實 有啦 我知道 有對不對 可是我那時候不知道嘛 我是新手 然後我就 不能上BBS 中端機超醜 然後東西不知道哪邊 前面查查超多的 反正我就覺得EGO超難用 所以我就 滿懷的 因為是滿懷的希望說 我創作就要做一個自由軟體的 然後但我用一用的時候 我覺得 對 超級難用 然後我就跟Therick 回去跟他抱怨說 欸 你不知道推廣之後的問題嗎 那你把EGO做的 那麼難用是要幹嘛 那做那麼難用誰想要用啊 那 可是他就回答我一句 呃 我覺得很經典的話 他說 對啊 真的超難用的 那 可是我不是自由軟體啊 每一場被 共創共強 修改隊 你覺得難用 就來一起改吧 哇 我就被他這句話 大家覺得很北藍隊 我就被感動了 我就說 對啊 我覺得很難用 那 那我可以一起來加入一起把它改的好優點 至少我認同這個理念是正確的嘛 所以因此我就 踏入了自有之路 由始開始 好 好 那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EGO做了些什麼事情 那當然呢 就是 首先先把我最先 發行任務的體驗把它修正好 我去查詢一下說 欸原來 所以 零零上面也有那個PCMAN所做的 PPS階板機 所以 在EGO8開始呢 就是EGO就加入了PCMAN階板機 讓我們可以把它上 好好上PPP 看一下湘米的言論 那 除此之外 我是一個電玩宅宅 那個日文資源都不可以少 所以 原生的PCMAN 那個時候是沒有日文資源的 然後我就想要找一些 砲件把它裝進去 可以有日文資源之後 包在EGO裡面 所以從EGO8開始呢 就有PCMAN 那 中端機自行啊 或者是什麼 選單機的設計等等 因為我有去參與他們的討論 所以我就有一份意見 這樣子 跟著改善這個作業系統 好 那接著來談談EGO選單 剛剛我們發了很多口舌介紹 那個很精美的選單有沒有 就是說 原本我們武當圖裝起來 可能是 武裝起來軟體是 有點不太規律的 然後不知道說 哪一個軟體是什麼 什麼作用 有了EGO選單呢 我們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說 軟體的作用是什麼 以及軟體的圓名 我並沒有把圓名拿掉 所以 你用一用的時候 還是會知道說 我知道你在用什麼軟體 然後在腦袋中有一個印象 這樣子 這個選單 是什麼做的呢 在EGO7以前 那一位 Eric先生他說 這個選單很簡單 就是 我打開選單編輯器 有沒有 然後開始一個一個key 我以為是一個 有什麼高深的技術在裡面 就他跟我講說 他是打開右鍵 然後重新命名 然後就開始key 然後key一個 key完第一個 然後全部key完之後 然後我看得到他的排序 就是說 我哪個要排上面 哪個要排下面 但是我覺得 好像有點蠢欸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幫他做了一個 EGO選單程式 用簡單的試算表 然後列出所有 他要改的一些東西 那 有了這個表格之後 是不是每年我們都可以 去用這支程式 跑這支表格 然後就製造出一個 新版本的EGO選單 就 看起來就比較高 技巧比較好的一點點 好 那 我除此外 我還做了一個東西 叫做EGO軟體中心 EGO軟體中心呢 嗯 構想是來是這樣 是 那時候有呼聲是說 EGO裡面包 一百多個軟體 就每次裝起來 就超過六局 就有點太肥了 那可不可以有一個 比較簡易版的EGO 然後讓我自由選擇 我想要裝哪些軟體 就像是我剛開那個 套件軟體中心一樣 欸我只要打個名稱啊 然後按一下 安裝 然後把這些軟體再裝起來 這樣子就好了 就要一開始 就包那麼多的東西在裡面 欸 這個時候 身為一個電玩仔仔的我 就 發想 來自LL的發想 在LL裡面呢 我們知道有一個道具的 在官方網站 有一個道具的選單列 這道具選單列 為什麼 因為LL的道具有點太多了 就跟我們EGO軟體中心 的軟體一樣多 好 那裡面有什麼 加成生命值的道具啊 加成物理攻擊的道具啊 加成魔法防禦的道具啊 加成魔法防禦的道具啊 那我每次要找這個道具說 我還想 欸我記得有個道具 它好像是加魔法攻擊 跟加物理防禦的 有沒有 那如果我要一個人去看 就很累 所以在LL公開網站上呢 你可以點 欸魔法攻擊 然後點上 欸物理防禦 然後點了兩下 就幫你把 那些軟體預約出來 欸我覺得這個設計超棒的 因此我就模仿他做的一個 EGO安裝程式 EGO這個軟體中心呢 就是如果 欸你想要 是一個中學老師 然後你想要安裝 有關中學的教育軟體 欸對不起 現在這就是圖片 點一下 再點一下 所以跟著房間 東西給遍得出來 然後再點下說 你要安裝的軟體 然後按下右上角安裝 就安裝了有沒有 所以這個構想其實是一樣的 我就打了一半 就突然想到 我就把它做出來 變成這個樣子 好 那 我自己能力有極 可是我覺得 EGO的一個想法 就說 讓新手可以很快的入門 那意思是一個 很棒的idea 因為我自己就是 高上以前就是 完全跟不知道什麼是那意思 所以我就呼喚一半 然後 招了很多 各式各樣好友 在我們避愛這邊 一點點 然後 這些人就有些 就很善於程式開發 就幫我們EGO 做一些更精簡的 優化等等 那 我為什麼 一直用 這張背景圖呢 你看背景圖是寫EGO8 對不對 就是說 其實你的好朋友 也不一定是 只能是程式背景圖 像我這位台科大同學 他是台科大設計器的 啊 我就請他幫我們設計 一個EGO8的桌面 他就 設計了一張這樣的 比如說 八碼 八條的也八條機器的 EGO就整個 製作隊寫在裡面 然後這樣也是一個 協助自由軟體的方式 就是讓他的 外觀更美好 就是 看人就覺得很可愛 然後你就會想要一起用 這樣子 身為一個 台大人 最近 我們台大教授 也有些被 那個 Eric給傳教 我們說 欸 我們電腦教師 能不能也裝下EGO 所以 我就可以成為一個橋梁 去銜接 台大跟EGO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一下 我就在 在電腦 喔這個 頭影幕看起來很清晰 這邊有寫個 140.12 台大電腦這樣 在上面就裝了EGO11 好 就讓我自己來覺得 欸 蠻感動的 原來我這些學校 也可以安裝EGO 這樣 那當然啦 你可以做上課這些事情 你也可以去 當個打雜的 像這是我在發表會的時候 我就去當個打雜的 穿上一件 那個 公定的T恤 然後就是看起來 某種方態 然後可以去那邊 欸 倒倒茶水啊 照顧一下客人啊 等等 然後這也是一個 採取自由軟體的方式 然後我們人在 這個地方 然後做了很多事情之後 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一天會出現在 某個東西的工作人員名單上面 我就 出了 我就說 哇 原來EGO這麼大一個project 然後 我有一天可以出現在上面 我覺得 這種感覺很棒 所以 建議大家也可以去 找份open source的專案 去參與一下 所以 在EGO公點上呢 如果你把它 放進去之後 打開它第一個頁面 他覺得 跳出說 我們感謝EGO由誰誰誰製作 然後上面就有我的名字 這樣 那接著 講完 我在EGO的參與 我來講看 對軟體心態的改變 我以前看軟體呢 就是高三以前啊 就是 好用就好用嘛 不好用就是爛嘛 沒什麼好說的 就是 軟體就是 只有免費跟負費兩種 然後免費爛就算啊 我用負費了這樣 那現在呢 我會覺得說 哇 願意去做一些自由軟體的 作者的那種佛心來的 可以讓我們 社會有更多的功能才可以利用 然後如果覺得不好用呢 其實 願意做自由軟體的作者 本來都是心胸很開闊的 所以你可以寫信證下說 欸 哪邊可以改啊 哪邊可以更好 發現bug也可以回報 就是 軟體參與多了 非常多的方式 那 如果你能力很強 然後願意來開發的話 你可以去找個 嗯 這個我不會講 好 就找個你喜歡的地方來 一起開發 所以總而言之呢 參加自由軟體之後 我的 心胸又開闊起來 心胸開闊 那 身為學生 你可以如何協助自由軟體 就是第一個 就是使用它 使用它可以讓它 視戰率上升 可以讓大家更重視這個軟體 第二個就是跟我一樣 如果你自己不夠強 你還可以找別人 一起來參與 或者是 別人不知道說 有這個軟體 你可以介紹它 一起來使用 例如說 有人還在使用阿姨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說 欸 海益Buzz哪些套件好用 那它是跟它分析優缺點 並且 海益Buzz已經連錢了 他說 欸 兩菜一起來用後看 等等 都一個良好方式 那 不過要介紹一個不良好的方式 就是 哼哼哼哼哼哼 我剛剛講的這個V遊戲 大家就放上V遊戲的圖上來 就是在推廣自我完畢都記得好聲好氣 就是不要把不是用自我完畢的就當敵人 因為現在我自己也是個兩企業嘛 我也是Windows跟NICE我都有用 所以不要說 欸我看了你做信用打開Windows改死 喔這樣就不太好 記得好聲好氣的推廣自我完畢 好回答別人問題 有時候你覺得很蠢的問題 可能別人會覺得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例如說我覺得在EGO上面最常被問的問題就是 欸我要如何改那個感染一張桌面 然後我要如何改一下我剛剛看到的事情 然後我要如何在哪邊按一個按鈕 我要如何在哪邊改一下我的減細度大小等等的 其實各種各樣的問題其實很零碎的問題 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所以記得就是你有能力去回答一些別人覺得很難的問題 你覺得很簡單就是別人不會這麼覺得 好一樣是寫信建議和爆發的問題 好總而言之呢 那有心是最重要的就是跟我剛剛那個大型 有沒有 心胸開闊那個心 有個心之後又做什麼事都很棒 保持自我創造世界 像我是個電玩仔仔 我也是可以發揮我在電玩仔的那個公立 然後在自由環體的開發上 留一點一席之力這樣 那學生階段呢 其實是一個很純潔的事情 就是你做什麼 別人都基本上不會覺得說 你是要來賣錢的 別人都會覺得說 哇你是學生欸好棒喔 所以你是有公益的那個心態 所以 因此 學生的事情很適合做公益活動 就是你在推廣你東西的時候 跟別人其實少一層沒有看 因為你不會一開始就預測說 你是要來 從這邊獲得什麼好處 那在學生的事情 因為你是學生嘛 有個學這個字 我要在學啊 所以我做錯事沒有關係 你可以多嘗試看看你想做的事情 就是說 欸我覺得 剛哪邊很蠢啊 我可以幫他改一下啊 等等的 把它變成一個人習慣的玩意 然後多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 這應該不管是不是自由環體都一樣 好 那就是我今天的圖片引用 就是大概這兩個地方 就是大概 呃 演講到這邊結束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 要請問我 好請說 那個呢 我呢 我想要回報Bug 喔好 好 太好了 來幫一下 有說 我教的巧克力 他們是新北市的摩托 然後剛好犯了你也是這樣 然後我本來還開始說 他們終於不會再打電了 然後我就覺得說 欸 發現他們在打電 我發現音樂裡面超過遊戲 對啊 哇 然後順帶就會 呃 發現一件事就是 他們想要裝棍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他們是學生的呈現 嗯 對,那可是這樣就變成說,好像他們打的一直能在一部動線上來玩出去 就是譬如說,因為我學生如果他們想要裝一些瀏覽字畫的東西,想要裝有東西的話 其實就只能就是用方式的連線去補充 好,那關於遊戲的部分呢,這是我們的設計 所以我就希望說,小朋友遇到電腦就是第一個就先找遊戲太晚了 遊戲玩多了好感度讚就上升 對,所以這個功能應該不會拿掉,這是火鍋 好,那至於學生不能裝完鐵的部分,要請老師自己去斟酌 因為Ego畢竟是給中小學電腦用的 中小學就算你用Windows的時候,老師也是不希望你自己亂裝完鐵 因為我可不可以把電腦趕快掉,所以為了避免老師有這層麻煩 所以應該是各個老師自己去決定這個事情 那,那電腦的那個使用者密碼是每個人是自己設自己的嘛 所以老師願意的話,那當然他學生就可以自己裝 所以應該不是上層的問題這樣 然後或者是你有什麼更多意見,我們可以來播放討論 好,謝謝 那不然還有其他問題想要問嗎? 同學沒有其他問題嗎? 來,發問一下,講那麼久 喔,我講錯了 沒有啊 沒有啊,現在請吧 對啊 看還有什麼問題啊,想要進行 對,我應該算是很新手的那個 雖然有參與的設計,但就算第一階了 所以碰我應該是很開心 好,那看起來目前是沒有問題的 那就,其實之前齁 我也是在Eric的場所認識到那個Rocker 然後聽說他之前是 我不知道要聽說啦 就是好像你之前是每學期都拿書卷獎 在台大書 這樣子 那我想說什麼辦法打電動 然後成績又很好 然後又可以開發Easy Go 你們傳授一下這一點秘訣給大家 我只是想問啦 我的問題是這樣 還是沒有秘訣 這個問題好像跟我要講有沒有什麼關係 大家,我希望是大家能夠 因為你知道嗎 現在問題卡在說 很多學生家長都說 你不要玩電腦啦 你趕快去給我讀書 趕快去怎樣怎樣 那你,就是說我希望大家能夠 同時符合金主的期待 然後呢 同時符合自己的一個 自己的一個期待 所以說呢 就大家會來一定對這個人 有一些期望 但是也希望說 就是課業什麼的 如果太爛 那其實 我們待會下一場 會有個課業很爛的來講 不過 那是 對不起 那是 還還還還 就是說如果能堅固 那當然是 就想要問看 你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 或是 看看 如果你就說 我就是聰明 那沒辦法 沒有 就是 或許這個可以分享 我覺得很難下台 很難下台嗎 是啊 好 那跟大家推廣一下我的理念 我覺得 打電動是會讓你變聰明的方式 因為你想想看嗎 你不打電動 你要幹嘛 你就看電視啊 那看電視是一個沒有互動的接收訊息 可是打電動是一個 我有發送訊息給他 他有 所以是活化腦袋的方式 所以我就覺得 打電動 讚啊 多打電動 好 好 這段影片請剪下來 給你的父母請看 好 這位是台大之工 每年幾乎都拿書卷獎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欸 同學問你 請問 那你剛學問過LOR的例子 請問你在EC構底下可以玩嗎 EC構底下可以玩 喔 這邊有人剛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沒有實驗過 所以我小朋友 不好意思 所以我覺得你看 這個環境社群是不是 有很多會有 各種不同的問題對不對 在EC構底下能不能做這件事情 能不能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有很多的資料給我 我們大概可以看巴克 所以就 如果你有興趣去研究的話 可以去做到看 然後告訴我們 能不能做到這件事 我很感謝 後面有問題 那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我們就再次熱烈掌聲 謝謝我們的Rock 謝謝